在这一刻 我像寂寞朋友人 都不习惯来去从头 浪捷舞虽嘉宾阵容咖位下降 但话题度 舞台精彩度未减 已播节目多次淘汰嘉宾 成团席位或为7个 但可能增加 7位等姐姐呼声高 但C位人选仍存悬念 陈浩宇等黑马姐姐 展露头角 和杰 寒雪等也有成团机会 虽然歌手2024来势汹汹 每期节目播出都能抢占话题和收视高地 但芒果的另一档王牌真人秀浪姐的影响力 依旧不可被低估 来到第五季的浪姐 嘉宾阵容咖位较往季节目有所下降 但节目的话题讨论度 舞台精彩度 并没有随之下降 因为对阵容没有太多的期待 36位姐姐反而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惊喜 目前浪姐舞已经上线五期节目 前两次公演舞台已经落下帷幕 四公也早早完成了录制 两位外国姐姐莎莎 玛丽早早选择退赛 一公淘汰了李希瑞 韩亦盈 二公淘汰了金孟佳 亚米 郭书瑶 吴漾 三公和四公虽然没有上线 但是比赛结果也被提前曝光出来 三公淘汰了范甜甜 周扬青 李佳格 赵亦欢 四公淘汰了蔡诗云 泰国姐姐麦戴维卡 选择退赛 这也意味着只有22位姐姐进入武功的录制 而随着比赛的推进 浪姐舞最终的成团名单也越来越清晰 成团与否不会影响姐姐们后续发展 但毕竟大家都是真情实感投入其中 每个人对于成团位还是很看重的 七威 朱丹 何杰 万妮达 袁亚维等一众姐姐 都表现出了极高的胜负欲 浪姐前两季节目的成团位都是7个 浪姐三成团位增至10个 浪姐四成团位又增至11个 那么浪姐舞的成团位会是多少呢 浪姐五赛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公演环节也一直在强调 成锋一团和成锋二团对抗的模式 最后的成团业也会是两团来争夺席位 从官方释出的物料内容来看 浪姐五的成团席位大概率会是7个 但也不排除成团业会随时增加席位的可能性 如果浪姐五的成团席位仅有7个 那么谁能笑到最后呢 事实上芒果的喜好已经在镜头亮 故事线 人设等方面展露出来 两次公演舞台的喜爱度排名 更是成了成团位的情与表 最终的成团位已经藏不住了 浪姐五三十六人名单公布后 C位人选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从咖位 国民度 舞台实力 人气等维度来看 七威 和杰 尚文杰 韩雪 萨鼎鼎 刘欣等人的呼声比较高 但这一季节目的C位显得很鸡肋 没有一位姐姐能够形成碾压的优势 谁都有拿C的可能性 但谁拿C又不能完全让人信服 在这些姐姐中 七威无疑成了芒果压宝的对象 她是从第一季就被节目组力腰的姐姐 等了五季才登场 还被传世来救场的 芒果也确实给足了七威排面 七威主题曲《牢牢占据C位》 出舞台原创歌曲《遭群潮》依旧成绩靠前 早早成了队长 带队成绩和舞台表现平平 但是个人喜爱度排名稳步靠前 外界都在说芒果压错了宝 但节目组铁了心要捧七威 七威也丝毫不掩饰自己要拿C位的野心 三公组队环节连眼都懒得眼了 赛制设置发生改变 七威直接把两大人弃亡刘欣 陈立军纳入自己的团队 一路跟随自己的蔡文静都直接放弃了 还抢到了一首大热英文歌曲 夺冠之路彻底铺平了 整个三公分组选曲和小考 基本就是围绕七威这条故事线展开的 节目组真的是用心良苦 完全不顾其他团队的死活 很可惜的是 七威到现在都没有拿出一个能征服观众的舞台 真人秀环节也没有高光表现 这个C位对她来说是烫手山芋 哪儿注定要挨骂 除了七威外 刘欣 陈立军 蔡文静 乔伊斯四位姐姐也成功突围 基本提前锁定了成团位 作为快女选手 刘欣自带话题属性 芒果也很照顾这位亲闺女 节目中给了她足够多的表现空间 刘欣一直在尝试不同风格的舞台 但她选人组队的思路明显不对 团队每一次公演舞台表演可谓参差不齐 个人的发挥也不够惊艳 虽然是人气王但舞台实力并不能征服大众 和杰 尚文杰的实力毋庸置疑 两人在真人秀环节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他们合体为节目带了一大波热度 结果人气排名都不理想 故事线也剪得七零八岁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能不能成团还是个未知数 陈丽君属于自带滤镜的姐姐 她的到来 无疑给浪捷舞舞台增加了亮色 陈丽君也没有辜负大众的厚爱 唱 跳 戏枪各个在行 舞台表现力无可挑剔 真人秀环节也稳稳输出 她的处事态度同样圈粉 人气排名高也是实至名归 提起蔡文静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 看到她每一次喜爱度排名都靠前 有些网友甚至觉得莫名其妙 其实认真看了每一期的节目后 会对这位姐姐刮目相看 她不仅对舞台保有敬畏心 也是一个能带给人满满能量的人 她能调节团队气氛 重情重义 非常有同理心 情商也非常高 难怪芒果会这么偏爱她 浪捷舞出舞台播出后 外国姐姐整体表现太抢眼 也让人对她们的后续舞台 有了更多的期待 可惜的是 玛丽 莎莎等有实力的姐姐相继退出 也打乱了节目组的计划 庆幸的是 来自法国的乔伊斯冲出来了 一公舞台惊艳重人 二公舞台继续高能不断 她凭实力当选队长 人气排名靠前 拿下成团位没有太多的悬念 舞期节目过后 浪捷舞真的的黑马姐姐浮出水面 她就是32岁的陈浩宇 这位姐姐本来是个小透明 圈中也没有什么咖位可言 但是初舞台一过 她的爷子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华人星光大道 第三季总冠军 终于有了绽放的机会 不得不说 陈浩宇是一位实力和运气艰巨的姐姐 本身VOLVO能力强 每次公演分组都能来到一个 氛围特别好的团队 自己的特色都能得以发挥 陈浩宇前两次公演人气排名 没有出现在成团位 但她的能力被看到了 节目中也一路在逆袭 三公开始狠狠发力 赛前PK秀圈了一大波路人粉 四公人气排名直接来到第二名 很显然 陈浩宇就是浪杰舞节目组挖到的最大宝藏 从默默无闻到民生大振 这样的姐姐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也能真正体现出乘风破浪的价值所在 至于剩下的成团席位 和杰、尚文杰、韩雪、柳妍、郭碧婷、袁亚维等姐姐 都有竞争的机会 综合来看 和杰、韩雪的机会更大一些 尚文杰虽然实力强 但一路有个猪丹捆绑在一起 着实影响了个人发挥 人气排名也始终没有冲出来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上 一场组队环节的大戏正在上演 七微的目光锁定了刘欣 蔡文静则迅速捕捉到了空气中的微妙变化 她转身拉起了王林和麦 组成了自己的团队 这一举动让人们对蔡文静的领导能力刮目相看 然而 谢金燕提出了与蔡文静合作的意向 七微也表示希望和蔡文静和谢金燕一起组队 但蔡文静却拒绝了七微的邀请 认为七微需要新鲜的血液 避免观众对团队产生审美疲劳 这一番话让人们对蔡文静刮目相看 在接下来的组队过程中 蔡文静展现出了她出色的领导能力和社交技巧 她与王林和麦沟通 了解他们的特长和喜好 然后选择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作为团队的表演曲目 她相信凭借默契的配合和真挚的情感 团队一定能够打动观众的心 与此同时 七微也在组建自己的团队 选择了刘欣和陈丽君 她的选择引发了网友们的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她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自己谋取更多的优势 也有人认为她破坏了比赛的公平性 比赛进行中 蔡文静的团队凭借真挚的情感和默契的配合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而七微的团队虽然实力强大 但在舞台上却显得有些生硬和刻意 比赛结束后 网友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称赞蔡文静的领导能力和团队精神 也有人对七微的行为表示质疑和不满 无论如何 这场组队环节成为了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中的一段佳话 所以 在团队合作中 是应该选择实力强大的队友 还是注重团队的整体配合和默契呢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有人认为 实力强大的队友 能够为团队带来更多优势和机会 而有人则认为 注重团队的整体配合和默契 更能够使团队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无论选择哪种方式 团队合作的关键在于相互间的理解和合作 团队成员需要互相了解 尊重彼此的特长和意见 只有在相互的信任和合作中 团队才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成功 而言 蔡文静在组队过程中 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社交技巧 她的果断和决断力 以及对团队整体表现的注重 赢得了人们的认可 而七微的选择 则引发了人们的争议 有人认为 她在利用影响力谋取更多优势 也有人认为 她破坏了比赛的公平性 在团队合作中 选择实力强大的队友 或注重团队的整体配合和默契 取决于个人的观点和需要 最重要的是 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 尊重和合作 才是实现团队目标的关键 对